自從進軍時尚區失敗之後 我陷入了城市 難道除了健身區 我在其他領域都站不住腳嗎 難道 我又要走那條路嗎 還記得16歲的那個夏天 我愛上了跳舞 不管是在陽台 在家裡 在村頭 甚至在和暗戀的女生第一次約會的暗店 我把眼睛閉上 給你看點好看的 我只曾搖活剩下 快睜開眼睛 看 除非讓我永遠的失去了雙腿 否則我一定不會超過任何一個可以跳舞的機會 淚忘了我看不見 也許還在夢的裏面 無法穿過再真實的空間 那天傍晚的風很大 我鑽緊拳頭 堅定的望天無法 對海浪大聲的喊 唸他去喊 我要做武賞 我一定得的 整個一刻的世界 正在你夢的畫面 只有靠在一起 可惜那個夏天 轉眼即逝 時間過得好快 就像我的青春一樣 可能再也回不來了 家人一次次的反對 是你麥卡 關鍵在頭有的錯誤 我要殺他 我就叭子 你根本就不懂跳舞 加上初戀的不理解 初戀你都不支持我嗎 我們分手吧 我那些朋友都說你是楊顛峰 嬌滅的我都跳舞 最後一時熱情 就在那一夜 我徹底死心了 本來我真的不想提起這些往事的 但是了解我的小夥伴 在我以往的視頻 也能看得出來 儘管我極力的想隱藏自己的舞蹈天賦 但時不時還是會暴露出一些蛛絲馬跡 現在糾結的問題就是 我究竟要不要把我的舞蹈天賦帶到B站 唉 成了人的世界 太多煩惱了 我叫小胖 假如你擔憨我的外表的話 可能會被我的粗寬和憨厚所欺騙 但是假如你真的了解我 你就會發現其實跳舞才是我的生命 很多人以為我的體格是通過力量訓練練起來的 但殊不知背地裡的我其實從來不健身 每天帶齊了訓練裝備去健身房 只不過是不想和朋友顯得格格不住 他們不知道的是 每當做完熱身訓練 不去一半廁所啊 我都會躲在健身房的廁所裡 偷偷跳 半水的淡淡的鳥眼分享 我感覺整個世界都是我的 誰敲門都不管 直到那一天 他出現 直到那一天 他出現 難道是他 他 我沒有看錯吧 靈洞的寬布 優雅的橘子 我確定 他就是十年前隔壁馬家村那個不羈的少年 馬 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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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叉叉 跟我五一場 你認錯人了吧 小胖子 我沒認錯 十年前 我聽說隔壁馬家村 有個洋巔峰 曾經跳一招 無解的地獄陀螺 當跳我知道 但只有我才知道 真正的舞者 不會在意別人的評價 過去的事 就這樣過去吧 給我一次機會 我不會讓你失望 比二12 恐怕 快就可以了 對 日本人公司 放手 是你逼我了 闻合 她的冲动 她的寂寞不及叫 該來的總會來 這樣這樣的話 好吧 我決定從今天開始 把我的舞蹈天賦 帶到B站 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的話 不要忘記